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很简单的电锅版的绿豆汤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 就是因为最近天气实在太热了 然后整天头就晕晕的 像我就长了很多湿疹 其实绿豆它可以消暑节热 还可以利尿排湿 今天我们的做法非常简单 你看这个电锅版煮出来的 这个绿豆很漂亮 它就是已经开花但是它没有棉掉 它还是整颗的粒粒分明 那我今天准备的绿豆就是像这一种 这边有300颗的绿豆 它这种是雾雾的这种叫毛绿豆 还有一种就是油亮油亮的那一种叫做油绿豆 那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就买这种毛绿豆 这绿豆很简单不需要泡 直接把它倒到锅子里头来 我们先来去洗绿豆 清水洗一下 然后我们就把这上面的水倒掉 其实它如果有品质比较差的绿豆 它会自己飘在上面 那一种就让它自己飘下去就可以了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加水 我们刚才加的是一碗的绿豆 对不对 我们先加三碗的水 三杯 对 一 二 三 三 现在呢 我们外锅加两杯的水 因为我们家的两杯已经坏掉了 我就用碗 但是一般一个两杯是180克 那我这边一样是180克的水 就给它两杯进来 就是360克外锅两杯水 绿豆放进来 盖子盖起来 益子神功 OK 现在可以去吹冷气了 等一下等它跳起来的时候 我们再来看 现在电锅已经跳起来了 但是跳起来以后不能马上打开 我们还要再焖30分钟 现在已经焖好30分钟了 打开来看一下 哇很香耶 就是里头整个都是这个绿豆的这个香味 我先把它拿出来 这个时候大家可以先看一下它的状况 就是你看 它已经有点开了 但是这个时候它的口感还是偏硬的 好 这个时候我们才加糖喔 这个糖我用的量是绿豆的一半 绿豆是300公克 这个糖是150克 它是有点微甜的 大家要切记很重要 就是糖要第二次的时候才能加 你不可以一开始的时候就加 如果你是刚才一开始的时候就加糖进去的话 你的绿豆会煮不开 再来我们现在才开始加水 水的比例呢 全部就是绿豆的十倍 绿豆是一碗水 那我们刚才已经加了三碗 那我们现在就把剩下的七碗水加进来 现在一二了 三四五六七 现在外面再加两杯的水 也就是三百六十克的水 跟刚才一样喔 所以这边你看前前后后就是十碗的水在里面 那我们就一样再放进来 一样一直成功下去 那我们这一次呢 就等它跳起来 我们就可以准备喝绿豆汤了 时间到了 一碗水的时间大概就是十五分钟 所以两碗水大概就是三十分钟 这一次跳起来不需要闷 直接打开 很热咧 好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在绿豆的状况 大概就是像这样子 你看喔 它就是已经开了 然后它一压就软了 有没有 但是它不会很糊 它不会变成整个是沙的 它还是粒粒分明的 这个实在太烫了 我来喝这个 试喝一下 这个已经放凉了 哇 因为这个是微甜的口味 不是很甜 所以呢 喝得到绿豆的香味 这个烟在这边很像神仙一样 大家试做看看 其实这样子的做法真的很简单 你不需要在那个瓦斯炉那边 一直等啊 一直煮啊 天气又很热 用这个电锅就可以轻松完成 那这边再跟大家做几个小提醒 就是第一个呢 这个绿豆不需要泡 第二个就是 我们第一次跳起来的时候 那时候要焖30分钟 这一个阶段 这个步骤非常的重要 一定要焖30分钟 它才会开 第三个就是糖 一定要是最后那一次的时候才能加糖 如果一开始就加糖的话 这个绿豆会煮不开 大家试做看看 这样轻松就可以煮好一锅 放在冰箱 小孩老公回来都可以喝一碗 消暑解热 希望大家试做看看 有任何问题 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给我 我们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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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